大明年间 辉州县城有一位桃园外 这桃园外是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富户 家中良田千亩 罗马成群 阔气得很 桃园外夫妇膝下就一个独生子 名幻桃宝梁 桃公子不仅生的英俊部 而且非常聪明 早些年就考取了秀才 怎奈后面几次参加乡试 都没有考中 桃公子不免有些心灰意冷 也就无异于功名了 桃园外道也开明 桃不中就考不中吧 反正家中有的是钱 干脆跟着我学做买卖吧 就这样桃公子跟着父亲学做生意 你还别说 桃公子做起买卖来 那是德心应手 没几年就做得风生水起 赚得是盆满钵满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眼看桃公子早就到了成家的年纪 桃园外开始为儿子的婚事操心 正当桃园外夫妇为此交集的时候 一位远方亲戚 将洪州举人顾大人的女儿 顾雪介绍给了桃公子 桃园外非常高兴 于是泽良辰即日为两个年轻人完婚 桃公子和顾雪结婚后 小夫妻可以说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非常恩爱 桃园外夫妇看在眼里 乐在心中 就盼望着早些抱上孙子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这年春上 刚刚过门没有多久的顾雪 突然就患上了可血病 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桃家上下心急如焚 花费重金便寻明医来为顾雪医治 怎奈回天乏术 顾雪在病榻上苦苦挨了一个月 最终还是撒手而去了 桃公子伤心不已 忍住悲痛安葬了王妻 约莫过了大半年 桃园外夫妇见儿子孤身一人行丹影之 心中很是难受 又惦记着抱孙子 所以就托媒婆为儿子续贤 像桃公子这样的富贵人家 自然是吸引了众多姑娘 桃公子要续贤的消息刚刚传出来 前来宝媚拉欠的 几乎踏平了桃家的门槛 可是桃公子见过几位后 都不是很忠义 这事情也就慢慢搁置下来了 这天正值端午节 趁着过节的功夫 桃公子信步道现成油逛 刚刚走到东大街的巷口 忽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 桃公子 桃公子 桃公子寻声望去 原来是开干果店的好太婆 桃公子赶紧上前施礼 啊 原来是好妈妈 好久不见了 最近生意可好 好太婆满脸堆笑 回道 像你这种贵公子 怎么会到我们这样的小店里来呢 我一个孤老婆子守着这个干果店 恶不死也称不死 只能算是勉强活着 进来坐坐吧 书中代言 正好太婆是个寡妇 早些年死了丈夫 膝下又没有子女 就开了这家干果店 每月有几十个钱的收入 平日李喜欢跑东架串西架 少不了传些闲话 人倒是不坏 就是嘴上不饶人 和桃家算是就相识 桃公子走了大半天 也的确有些乏累了 就走进好太婆店中 好太婆连忙七茶倒睡 端上几叠干果招待桃公子 两人慢慢拉起了家常 桃公子 你家娘子过世也有些时日了 现在想过续弦吗 的确考虑过 只是没有遇见合适的 我说桃公子 你的眼光不要太高了 凭借你的条件 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 差不多就行了 好妈妈教训的是 小生一定铭记在心 两人正在唠嗑 外面有了来买干果的主顾 好太婆起身前去招呼 桃公子一边喝着茶 一边四处观望 就在这么个时候 只见隔壁的院门嘎吱一声打开了 一位穿着素雅的女子 跨着一个篮子走了出来 桃公子一见立即被深深吸引了 只见这位女子身材恶娜多姿 走其路来摇曳生姿 再往脸上看 女子双目寒情 面若桃花 自带一股风流韵色 直到女子走远了 桃公子仍然痴痴地望着 一时晃了神 突然好太婆大声叫她 桃公子 桃公子 你怎么了 桃公子这才回过神来 赶紧回道 没什么 没什么 方才看见一位绝色女子 真是惊到我了 好太婆眯嘴一笑 说道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的女子 桃公子极不可耐地问道 好妈妈 快说 她是谁家的闺女 好太婆缓缓说道 方才走出去的是我家隔壁的娇娘 桃公子急忙问道 好妈妈 这娇娘可曾婚配 好太婆把嘴一撇 你啊 想都别想了 这娇娘早就成婚了 听到这 桃公子满脸沮丧 问道 不知这娇娘嫁给了何人 好太婆哼了一声 她呀嫁给了黄田 桃公子愣了一会儿 莫不是那个专做皮货生意的黄田 好太婆笑了一笑 就是那个黄田 除了她 还有谁 桃公子大失所望 喃喃地说道 可惜了 可惜了 好太婆故意挑拨她 可惜了什么 桃公子不无畅往地说道 这么个标志的大美人 嫁给了那个又黑又丑的黄田 岂不是可惜了 好太婆拿桃公子打去 要依公子之鉴 怎么才叫不可惜啊 桃公子一脸向往地说道 若是娇娘能够嫁给我 就算掏万两黄金 我也心甘情愿啊 好太婆痴笑一声 我说桃公子 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人家娇娘是有丈夫的有福之父 怎么可能嫁给你 除非她丈夫死了 桃公子也知道好太婆拿自己开心 于是回道 只要能够弄死她丈夫 出多少钱 我都愿意 好太婆假意对桃公子的话 很感兴趣 公子此话当真 桃公子一本正经地回道 绝无戏言 只要弄死她丈夫 倾家荡产 我也在所不惜 好 就等公子这句话 若是老生杀了她丈夫 你可要信守承诺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说吧桃公子和好太婆相识大笑 笑罢多时 桃公子这才转身离去 撇开桃公子不说 单说黄田这天告诉娇娘 我要去临县收一笔账款 少则三五天 多则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娇娘听罢就替丈夫打电行李 送她出了门 一再嘱咐夫君路上多加小心 黄田点头称是 匆匆上路走了 黄田这一走就是七八天 一点消息也没有 娇娘心里直打鼓 默默祈祷盼 盼望丈夫早些平安归来 这天早午 娇娘正在家中做针线活 忽然听见外面有人高喊 请问这是黄田的家吗 家里有人吗 娇娘听到喊声 赶紧放下手中的火 起身开门 打开门一看 只见一位赶车的大爷 拉着一辆大车 满脸大汉站在眼前 娇娘一看不认识啊 就说道 我就是黄田的娘子 请问你找哪位 大爷抹了一把汉说道 你是黄田的娘子 那正好 我把黄田带回来了 娇娘一听丈夫回来了 喜出望外 赶紧问道 他在哪 大爷满脸愁容 撩开大车上面的帘子 你自己看吧 娇娘不看则已 一看差点背过气去 只见黄田满脸鲜血 面目猙獰 直听听躺卧在车上 早已经死了多时了 娇娘颤那间昏了过去 左邻右舍赶紧上前 一阵急促地抢救 这才唤醒了娇娘 娇娘俯着黄田的尸体 放声痛哭 夫君 你怎么撇下我孤身一人 就这么走了啊 众人又是一阵安抚 这才劝住了娇娘 现在出了人命案 不能叫黄田的尸体 就这么在门外躺着 于是邻里街坊带着娇娘 帮着大爷将黄田的尸体 送到了县衙报官 徽州县令姓毛 毛县令一听出了人命大案 不敢耽搁 赶紧升堂审案 听完娇娘的许说 毛县令就问赶车的大爷 你是在哪里发现黄田的尸体 大爷没敢隐瞒 回道 大人 小的已赶车为生 今天路过城外的红树林 突然腹痛 就跑进树林里面方便 从树林里面返回的时候 不小心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灯石摔倒在地 待仔细观桥 煞石下的魂飞魄散 原来是一句血糊糊的男尸 小的大喊救命 这一喊 惊动了过路的客商 大家纷纷围拢过来观看 其中就有认识的 说这不是东城的黄田吗 怎么死在了这里啊 小的心说不能叫黄田 横尸荒野 于是就一番好心 把他的尸体拖回来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嗯 毛县令听罢点点头 就问娇娘 你丈夫是什么时候走的啊 走之前都说了什么啊 娇娘擦干眼泪说道 回禀大人 我丈夫八天前离家走的 他走之前说要到临县收取账款 没想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说吧 娇娘又悲悲悲悲悲哭了起来 毛县令听罢眉头紧锁 心中寻思 黄田走了七八天了 被发现时 已经死在了红树林 这不用问啊 肯定是黄田走到红树林的时候 遭人暗算了啊 于是发下令签 马捕头 杨捕头 你等速去追击凶犯 不得有误 是 马捕头 杨捕头领命而去 第二天一大早 马捕头 杨捕头就像两只眉头的苍蝇一般 在县城里面转悠开了 灰州县城方圆百余里 住着几万百姓 上哪去找凶犯啊 马捕头 杨捕头一连跑了三天 愣是没有找到一点线索 心中不免窝火憋气 这天一大早 两个捕头就转到了东城 恰好路过好太婆的干果店 马捕头寻思 这好太婆平日里最爱嚼舌头 消息灵得很 问问她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马捕头竟直闯进了好太婆的垫子 好太婆一见是两位捕头 赶紧笑脸相迎 哟 两位官爷 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赶紧屋里坐 我这就给二位爷沏茶去 马捕头大手一挥 高声说道 不必了 我们有话问你 好太婆愣住了 二位爷 有什么话尽管问 马捕头把眼睛一瞪 你隔壁的黄田死了 你可知晓 好太婆赶紧回到 那天赶车地把黄田的尸体拖回来 邻里街坊全都看见了 大家都知晓了 马捕头问道 你可知道是谁杀害了黄田 好太婆听罢 吓得浑身一哆嗦 哎哟 这个老生可不知道 老生成天守在殿里 哪里晓得这些事情 马捕头怒目远征 你个老太婆是远近闻名的长蛇妇 还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 你若是知情不报 告你个窝藏罪 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吧拿出钢刀 在好太婆的眼前晃了晃 好太婆吓得惊恐万壮 连连叩头 官爷 老生不敢隐瞒啊 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好太婆连连跪倒磕头 突然之间 似乎想起了什么 就喃喃自语地说道 难道是她 马捕头一听眼前一亮 你说的她是谁 好太婆立马感觉说错了话 急忙纠正 不可能啊 明明是开玩笑啊 她不会真的杀了黄田吧 马捕头早就心急如焚了 急切地问道 你说的那个她是谁 谁要杀黄田 好太婆早就被吓破了打 没敢隐瞒 只得将那天陶公子来殿中闲坐 怎么被娇娘的美色迷住 怎么说笑 说要将黄田杀死的经过 细细续说了一遍 马捕头听罢大喜过望 心说 好你个陶公子 原来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为了霸占人家的妻子 竟然干出这等卧挫的事来 想到这 马捕头急匆匆赶回县衙 将霍西的消息报告给了毛县令 毛县令这几天 正在为黄田的案子交集 眼看已经过去了数日 案子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不好向上司交代啊 正在焦虑的时刻 马捕头气喘吁吁跑进来 说案子有了重大突破 毛县令听罢大喜 现在有了人证 不怕你不招 来啊 速速捉拿淘宝粮归案 再说陶公子 刚刚从外地做完一笔买卖回家 板凳还没有坐热呢 就被两个捕头套上锁链带到了县衙 毛县令点指陶公子 历生贺问 你就是陶宝粮 你是否认识黄田的妻子娇娘 陶公子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 老老实实回道 大人 小的那天在好太婆的殿中 见过娇娘一面 仅此而已 毛县令冷笑一声 好一个仅此而已 我且问你 你是否说过 如若有人肯杀了黄田 你就算花费万两黄金也在所不惜 陶公子听罢大惊失色 连忙回道 大人 那都是小的一时糊涂 胡乱说的玩笑话 毛县令啪得一拍荆堂木 高声喝道 玩笑话 你可知黄田现在已经遭人谋害 难道这也是玩笑话吗 陶公子听罢下的魂不附体 急忙回道 大人 小的刚刚从外地回来 一概不知啊 毛县令怒目元征 力声呵斥 好你个奸邪小人 还不将你如何与娇娘私通 谋害黄田的罪行从时招来 陶公子听罢下的脸色苍白 大声叫喊 冤枉啊 大人 冤枉 小的没有和娇娘私通 更没有杀人啊 毛县令怒不可遏 扔下令牵 大胆刁民 死到临头还嘴硬 给我狠狠打 牙抑一拥而上 按倒陶公子 就是一顿胖揍 陶公子一个文弱书生 哪里扛得起这般拷打 被打得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几度昏厥 毛县令命人用冷水 交醒陶公子 你招也不招 陶公子已经极度虚弱了 挣扎着张开眼睛 有气无力地回道 大人 小的招无可招 好小子 看你嘴硬还是板子硬 毛县令刚想要说 给我狠狠打 师爷在一旁说话了 大人 不能再用刑了 再打下去 陶公子就要被活活打死了 这案子还得从长计议啊 毛县令压了压怒火 挥挥手 暂且将他压入大牢 这才退堂 第二天一大早 毛县令就寻死开了 现在就只有好太婆的一面之词 那个姓陶的死不认罪 这 这案子怎么判啊 毛县令在房中来回指夺步 突然想到 既然是陶宝梁和娇娘两个人勾打成奸 干脆把娇娘抓来审一审 我就不信撬不开那个女子的嘴 想到这 毛县令发下令签 速速将娇娘抓来问话 娇娘正在家中等待案件告破的消息 拿小的闯进来几个如狼似虎的捕快 不由分说将娇娘带到了县衙 娇娘一脸惊恐 大人 抓我何事 我所犯何罪 毛县令冷冷地问道 你可曾认识陶宝梁 娇娘听罢一愣 回道 大人 明语只是听说过陶宝梁 但是与他并不相识 毛县令冷笑一声 好一个素不相识 你若是与他素不相识 他会为了你花费万两黄金 娶你丈夫性命 娇娘听到这 吓得魂不附体 大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名女和他素不相识 何来谋害我丈夫一说 毛县令突然提高了嗓门 大声呵斥 好你个雕华的妇人 你是不是早就和陶宝梁藏有奸情 又怕被你丈夫发现 这才胆大妄为 何谋杀了你丈夫 娇娘听罢气得浑身发抖 好你个婚官 不去追击真凶 却这般诬陷于我 你是何等居心 毛县令被娇娘这么一骂 气得胡子乱颤 大喝一声 来啊 给我狠狠打 牙翼一拥而上就按住娇娘 大行伺候 什么大行伺候 就是加棍 加棍这个刑具可厉害 逐质的刑具 将娇娘的食指 夹在刑具中间 两边的牙翼向外使劲拉拽 娇娘的手指 被加棍死死挤压 都说食指连心啊 娇娘的食指 刹那间被夹得血肉模糊 灯石就昏死了过去 毛县令命人颇醒娇娘 笨狠狠地说道 你招也不招 娇娘已经近乎休克了 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她也知道 再不招任 就得被活活打死 只得为心求饶 大人 我招了 毛县令一听大戏 赶紧吩咐娇娘 在供词上面签字画呀 娇娘手指血肉模糊 连笔都握不住了 牙翼捏着娇娘的手指 在弓状上面 按下了手印 拿到了娇娘的供词 毛县令得意洋洋 将陶宝梁从监牢里面 带了出来 拿出娇娘的供词 在她面前晃了晃 说道 陶公子 别再硬撑着了 你看 娇娘都已经招任了 你就招任了吧 陶公子一看旁边伤痕累累的娇娘 心如刀割一般难受 知道是自己的一句玩笑话 连累了娇娘 心中寻思 纵然两个人受罪 不如让自己一人承担 于是大声说道 好 大人 我全都招了 毛县令见陶公子如此爽快 喜不自禁 连忙问道 你是如何和娇娘勾搭成奸 又如何杀害皇田 从十招来 陶公子悲愤不已 遇见这种婚宫 真是老百姓的不幸 可是有什么用呢 没做过的罪行 却要招任 不招还不行 与其这样被折磨至死 不如干脆来个痛快的 于是心一横 就信口胡编 说自打遇见娇娘 就被他的美色深深迷住了 于是趁着皇田 不在家的功夫 拿着金银首饰勾引娇娘 就这样两个人有了奸情 虽然满足了一时的欢愉 但是仍然不甘心 想要做个长久夫妻 就趁着皇田 去往临县收账的路上 趁其不被杀害了皇田 毛县令拿到陶公子的供词 心满意足 连夜写好了卷宗 送往知府大人那里 带批文下来 就可以将桃宝梁拉出去斩首了 话分两头 再说桃园外得知儿子被判了死罪 心如刀绞 知子莫若妇 桃园外了解自己的儿子 孝顺董事 怎么会干出杀人的勾当呢 肯定是经不住严刑拷打 被驱打成招 于是桃园外雇了一辆车 连夜赶往省城 一张壮旨递到了府衙 两位儿子申冤 知府姓少 少知府断案多年 是个断案如神的清官 他看了看桃园外送来的壮旨 又细细查看毛县令 成帝上来的卷宗 很快就发现卷宗里面错漏百出 桃宝梁身为园外的公子 本来就有秀才的功名 也算是个饱读诗书的文人 怎么会以身犯险 做出买凶杀人的勾当呢 再者说了 桃宝梁家财万贯 他想要娶个什么样的女子 都完全可以满足 怎么会为了一个有福之父 抛弃家族名声和自己前途不顾 做出这等蠢事呢 卷宗中说桃宝梁在红树林杀害了皇田 桃宝梁杀人用的什么凶器 行凶后凶器丢在了哪里 这些卷宗里面都没有交代 看到这儿 邵之府再也坐不住了 叫上自己的随从少中 悄悄离开了府衙 赶到了辉州县城 邵之府和随从少中来到辉州县城 谁也没有惊动 装扮成客商模样 在县城里面一路走 一路细细打听 这天两人就来到了 辉州城外的红树林 只见这里绿树参天 树林茂密 一条宽阔的大道 连接着县城和城郊 离着红树林不远 有一家酒店 生意很是兴隆 邵之府两人走进酒店 找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坐下了 叫了几样小菜 一壶水酒 两人一边吃 一边听酒店里面其他客人的谈话 隔壁的桌子坐了几个大汉 一看就是卖苦力的工人 大碗喝酒 大声谈论着 老哥 你说这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真的是什么怪事都有 哦 小老弟 你又遇见什么稀奇事情了 我跟你说 大哥 就那个跟我们一起扛包的猴巴 原来穷得跟个鬼似的 连最便宜两文钱一碗的操酒 都喝不起 这些天不知咋的 陡然间就发财了 小弟 你说的那个猴巴我小的 常常喝酒赖账 那小子还能发什么财 你不知道啊 昨天我在县城一家大酒楼 碰见他了 这小子点了满满一大桌 山珍海味 你说他要不是发财了 怎么吃得起那么好的酒菜 吃 那个穷鬼 他付得起酒钱吗 大哥 我开始也怀疑 结果你猜怎么着 那个猴巴 从口袋里掏出了 一定十两的银子付账 老弟 你没有看错 他真的掏出了十两的银子 绝没有看错 就是十两的一定大银子 你咋不问问 那个穷鬼怎么发的财 我问了 那个猴巴惊得很 我怎么问他都不肯说 说着无心 听者有心 少知府听罢 潮哨中悄悄一时眼色 两人付了酒钱匆匆离开了 四日凌晨 天刚蒙蒙亮 猴巴还在屋里呼呼大睡 突然门被当得一脚踹开了 少中带领数十个校尉闯了进来 猴巴猛地惊醒 疼得一下坐起来 大声喝道 你们要干什么 少中吩咐一声 把他绑了 校尉不由分说 上前将猴巴绑了个结结实实 猴巴大惊失色 抓我作甚 我所犯何罪 少中看都没看猴巴 大喝一声 给我搜 校尉冲进屋里翻箱倒柜 就开始搜查 猴巴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痘大的汗珠顺着脖梗往下流淌 眼睛不停地扫向墙壁 这个小小的动作 没能逃过少中犀利的目光 少中恍然大悟 高声断喝 把墙壁挖开 小魏蹭地挖开墙壁 只见墙壁里面的砖块 被抽掉了一块 露出一个小孔 小魏从小孔里面掏出一个搭帘 大人 找到了 少中接过搭帘 冷冷地看着猴巴 这是什么 猴巴刹那间泄了气 被带到了县衙 少知府即刻升堂审案 猴巴战战兢兢跪在下面 桃公子娇娘站在一旁 毛县令坐在下手处 紧张得大气不敢出 少知府趴得一拍金堂木 猴巴 你可知罪 猴巴还想抵赖 请大人明示 小的所犯何罪 少知府举起搭帘 大声问道 你还敢狡辩 我且问你 黄田的搭帘怎么会藏在你家里 猴巴把脖子一梗 大人 这是小人的搭帘 我不知道什么黄田 绿田 大人切莫冤枉于我 少知府将搭帘交给娇娘 说道 娇娘 你且看看 这个搭帘是谁的 娇娘接过搭帘一看 顿时泪如雨下 这就是我夫君的搭帘 是我亲手给她缝制的 大人你看 这里面还有我绣的一个黄字 少知府转向侯巴 你还有何话说 来啊 大行伺候 看你招不招 侯巴一听要动刑 吓得脸色苍白 立马认怂了 赶紧匍匐跪倒 磕头求饶 大人 小的招认了 这才叙说了杀害黄田的经过 说起这个侯巴 的确可恨 侯巴原来是个靠康包做活的苦力 辛辛苦苦赚不了几个钱 但是侯巴好赌贪吃 领到工钱以后 立刻就在赌方里面输光了 这天侯巴手气不好 又在赌方里面输了个精光 垂头丧气往家赶 走到红树林的时候 忽然看见黄田 背着一个沉重的搭帘走了过来 侯巴煞时间起了贪念 趁着黄田不备 从背后突然袭击 一棒子敲昏黄田 再用小刀刺死了他 卷起黄田的搭帘 仓皇逃走了 少知府听罢 怒不可遏 大声断喝 来啊 将这杀人凶徒打入死牢 牙役得令将侯巴拖了下去 少知府走到大唐 亲自吩咐给陶公子和娇娘 除去锁链 轻声说道 让你们受委屈了 你们可以回家了 陶公子和娇娘再三拜谢少知府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这才缓缓离去 待他们走远了 少知府死死盯着毛县令 问道 毛大人 本府这案子断得如何啊 毛县令憨如雨下 低着头唯唯诺诺说道 大人断案如神 下官佩服至极 哼 好一个佩服至极 少知府突然提高了嗓门 你吃着朝廷俸禄 却胡乱判案 险些错杀两条人命 留你这等婚冠有何用 来啊 夺去他的官冒官服 发配边疆 少知府一声令下 两个校尉冲上前 将毛县令的官服官冒夺去 架起来拖了下去 毛县令还在苦苦哀求 大人饶命啊 饶命啊 大人 就饶了下官这次吧 少知府就装作没有听见 静止带着少中向县衙外面走去 轻声说道 我们离开府衙也有些时日了 是该回去了 咱们走吧 陶公子历经此番劫难 幡然醒悟 看清了朝廷官员的浑庸 也看清了励志的腐败 决心有所作为 回家后刻苦攻读 转过年就考取了进士 被朝廷安排到崖州做了直线 陶公子上任后围官清廉 爱民如子 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 从小小的崖州县令 一直做到了河北巡抚 替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